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今天到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看到恆子今天是低開了,然後是沒有跌穿上星期的低位,然後就是收市收了在3MA和5MA上,升了88點,收21163 走勢應該就像是底,看看這個位置跌下去,是有個時間周期數的生效,看到1,2,3,4,5 第六日才做底,但是第六日收羊竹,所以也算是5,時間周期數的生效 如果是生效了,應該在這裡有可能就是這樣調整完 它也算是調整了一半的,看看期貨圖的量度也是 這裡是3MA條的,1,2,5,1個小,1,2,2,3,4,8,8,1,4,1,7,2,1,2,4,1,4,2,4,1,4,2,4,1,5,2,5,3,2,5,3,4,2,4,1,4.4,2,4,2,4,2,4,1,4,7,2,4,0,2,6,4,7,2,4,1,5,4,2,3,4,5,2,4,000,5,1,5,1.4,2,3,4,4,4,1,4,1,4,2,5,4,2,4,2,1,4,2,4,2,3,5,2,3,5,4,2,4,4,4,1,4,2, A,B,C1,C1,C2,C3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這個是小時圖 小時圖看到這裡是走1,2,3,4,5 走完5個浪後,去到那條2,3,3,4,5 走到A,B,C 走完A,B,C 走完A,B,C後,在這裏 0.6100這個位置有支持 即是這個浪 0.6100的回合有支持 即是圖 看那隻小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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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racement 看那隻小時圖 也收了在下面 其實已經收了兩次 但因為那個尾鼓 那隻小時圖 就是小時圖 那隻小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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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時圖 好 看那隻小時圖 那隻小時圖 那隻小時圖 浪的結構是A 然後是B 那隻小時圖 C2浪 就已經用音燭反映了 C1 然後是鷹竹,所以是C2 它是站穩的那條MA,看到站穩的那條是8MA 有機會是C3 透過量度,看看周線圖拉伸延的量度 拉伸延的8呎,看到前周企不穩的0.5 所以上周企不穩的0.320 所以0.382就變成今個星期的支持 20892以下,就是這個比例以下 那就是今個星期的支持,然後它今天就跌穿了 所以跌穿了的時候是看好的,跌穿了0.320 以下是有支持的,所以看好的 看到它也沒有再進一步跌穿上星期的底 因為下面也起碼有8MA支持 所以就算下跌,也可能是8MA的那些位置有支持 所以未必會跌穿上星期的底 那現在看走勢就像是要去試 0.5這個位置 即是21430 那這個位置只能夠就說是應該有機會試到的 但收市收不收到在上面呢? 那你要看後市是否真的在走C3浪 如果後市真的在走C3浪 而C2浪調整完了在這裡 那應該就今個星期有希望 有望是可以站穿到21430 今個星期站穿到這個比例呢? 應該之後就去21967 即是這個比例 然後進一步站穩 然後就去22631 這些比例 那所以今個星期應該就像是21430 都應該可以勝穿 這些位置 那今早就已經是那個看好的機會 那這個是extension的看法 那至於retracement的看法呢 那至於retracement的看法呢 見到用這兩個點拉回retracement出來 那同樣把尺都是做得不錯的 那見到是 它在左力位方面 這個retracement0.236 216809以上 那見到它站不穩 那所以它試回retracement 就是20943 那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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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站得穩 上個星期站得穩 那所以今個星期呢 這個20943以下呢 就有支持 那所以今次跌穿了一點 那又有支持 那如果看這八尺呢 就是 那就是 剛剛時間地的那一位 21400多 那是 那現在是 21600多 如果看這八尺 那如果再比較, 那如果進去一點 那就可以參考 用這八尺去參考 那看那個左力位 那今個星期 那就是這一個看法了 那就是21400多 到21600多 就是21600多 那今個星期 看看上正指數的走勢 看看上正指數的日線圖,可以看到它已經站穩了1比1這個位置 所以應該後時可以再提高一點 另外就是周線圖的回転 周線圖的回転 周線圖的回転,看到它這周回転又試回0.5這個位置 純粹踏一踏,就是站穩回,回試一下 因為它上周也站穩到0.5 所以接下來都是測試0.618,就是3396 這一點也比恆子好 看看道指的走勢 那道指看看它的日線圖 那日線圖應該都出光 ABC都出光 然後是C1,C2,C3,C4,C5 然後是C1,C2,C3,C4,C5 這個ABC加起來就是Z浪 最後一層調整 接著收了陽速 所以就像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看看小時圖 看到小時圖 ABC出光 最少 ABC出光 ABC出光 現在是在走C C1,C2,C3,C4,C5 所以今天恆子比較看好 就是因為ABC出光 ABC出光 ABC出光 最少有個C C向上 所以今天的動力 都會向上 看到ABC 接著 也要看它到時 1比1的位置 能不能站穩 也要看它的小時圖 要看它30250 這些位置 是1比1的位置 到時能不能站穩 如果它站不穩 可能是ABC 又會再破底 但如果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 應該這個位置可以站穩 這個位置可以站穩 然後就進一步 去1.618的位置 即是30558的位置 所以就逐個比例去看 先看1比1這個位置 看看周線圖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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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個位置 有關係 因為它這兩個位置 有關係 所以得出一個看法 就是 這個位置 是一個W S 然後是 S浪 S浪 和S浪 有關係 這是一個Z 這個位置 如果這樣看 通常是 W浪 和Z浪 1比1的位置 它已經跌穿了 所以這一點 都比較利好 至少有個支持的位置 另外一個量度 就是 用它最開始的浪 就是1比1.618 即兩個量度 都是大概去到這些支持位置 所以有權 浪 可能會完結 第一個看法 就是要升穿頂 第二個看法 這個位置 加上一個A浪 也會有一個B浪的反彈 B浪會反彈70% 所以 應該說 幅度也會比較大 70% 所以 都比較看好 道指的走勢 看看 立指的走勢 鏡頭 看看 立指的日線圖 我看到 1 2 3 4 5 接著收陽束 直 這個跌浪 就完結了 和道指一樣 他也是 有機會轉向 看看周線圖 周线和MACD死差也很久 而MACD死差越久它转向的机会就越高 所以它现在也足够久了 你用周线的STC 再上去再上去 这次就似乎真的有机会看到底部 调整完 比较像是这样的 看看纳指小时图的量度 这里是一个 1,2,3,4,5 1浪 这里是一个2浪 扩张平台浪 它跟回量度 1比1的比较旗 就这样欲望 似乎去到2.8 因为这里也 不止少 三浪也不止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个量度 就是这样看法 即是会再去到2.8 如果跟回高低位量度 它也是找了1比1 所以也是比较理好 可以再去高一点 这两个量度 都是比较看好的 所以看看黄金 看看黄金 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 它 连续数周都站稳 那条89ma 所以暂时还是有看好的 它每周都站稳 那条89ma 最多今周再试 那条89ma 看看那些位置,89mA位置,看到是1831mA,所以如果今個星期去1831mA以下,都有機會有支持,上回 那當然也不碰,因為已經碰了三個星期,今個星期可能不碰,直接上也有機會 看回日線圖的走勢,日線圖的短線,這裡是1,這裡是2,有機會開始做三浪,看到三浪1,然後有機會三浪2,如果再收羊竹就有機會 或者是三浪裡的一些紙浪,就是三紙浪,可以量一量阻力位,看日線圖,找回支持位和阻力位在哪裏, 看日線圖的短線圖,看到它的阻力位是1852mA,所以如果今個星期去到這些位置,1852mA可以在那些位置看淡,當然如果日線圖收在上面,就會看好 如果是個範圖高,就是這位置看來,就算是1,833mA,所以如果下跌,就算是1,833mA就算是個好機會,當然如果走在下面,就算是不太好,所以這個範圍就是這位置看來,就算是1,833mA,所以有機會,在這個位置看來,在這個位置看來,就算是太好的,所以這個位置看來,就算是個方便,就算是個方便,就算是個方便看來,就算是個方便, 如果站到其中一邊有機會有方向,如果站到上面有機會向上突破 但如果收了下面,可能是向下的,暫時這樣看 看看原油的周線圖 周線圖反彈了0.764之後就回了 回了兩格,最後去第三格,去到0.382這個位置 上星期收了0.382下面,即是收了0.5下面 所以今個星期有機會試到0.382才去到0.382 有機會有支持,我認為是106.1,即是這個比例 可能要跌穿一下才有機會有支持 在下面,看到有條21MA,可能會碰到再上 ASTC方面就不太好,看到它是STC方面 但這個死叉都過了一半,差了它會不會再下深一點 才有支持 那它周線的MACD 都久了,時間都久了,這個金叉,這個死叉 看看你信不信它是一個頂 因為如果周線,看到它這裡死叉 可能是一個長時間調整的開始也有機會 至於日線圖方面 那它這條MA做得不太好,看到是 看到是 看到這些位置又落回來 那如果 那如果 就是差到它的 位置呢 那應該就未跌完,看到 因為它收了在這條MA下面 收了在89MA下面 那就是有機會去144MA 即是100元那些位置 那看回4小時圖的8尺 那它曾經去過1比1.6100 那就有支持 那就彈了ABC 那就彈回去0.764那些位置 那又不穩 那就變成有再落 再落就穿這個位 穿1.6100 所以現在呢 下面的支持方面就是 2.6100 這個位置 1804.7 那些位置 那4小時圖 看到它都 落得低的 那個MACD都落得低 所以如果是有機會去到 如果是有機會去到 如果是有機會去到 104.7的那些位置 那應該有機會去支持 那又未必會去到100元那麽深的 那麽低的 那麽 所以暫時覺得呢 有機會去到104元那些位置 那麽有支持 那麽未必會去到100元那麽深的 那麽低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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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個L、SY,Y分了A、B、C,或者是一個C也有可能,反彈也過了70%,也可能是個平台L 剛剛過了70%,所以應該是有權行一個平台浪,即是現在有機會在這裡行一個C浪, 它可以分成三段或五段, 所以暫時走勢是偏淡的,但它有可能是有權行一個平台, 它可能會再試這個位置,等它這裏可能是ABC走完之後, 它可能會再放多次頂起也有可能, 好視乎這裏有否正確, 好視乎這裏很適合,但進去看也真的不像一個推進浪的結構, 好視乎這裏有機會分成兩層, 調整分成一層,再有多一層, 好視乎這裏應該是一個WHY, 如果它是一個ABC, 最後出到一個ABC都是一層, 不排除它是一個W, 到時反彈完之後它又不破頂, 再出多個Y也可以, 這個情況會更複雜一點, 調整會更長一點, 到時再看,暫時都有一層C1Y向下, 那這條影片又拍到這裏, 終於可以給你們一個Like, Youtube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轉換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